杨和珍,又,在教练吴炯柱,佐,指导下,在韩国亚洲锦标赛,摘下二金一银三桶的佳季。 台南大学提供记者洪瑞琴台南报道,国立台南大学体育学系硕士班杨和珍接连参加2018竞速华轮流冰式锦赛,亚洲运动会,及亚洲锦标赛等三大国际赛事, 共摘下三金一银四桶优异成绩,全校师生引以为荣。 台南大学表示,杨和珍去年在台北市大运华轮流冰项目中为台湾摘下五金一桶的历史佳季,已成为家育户小的运动员,今年初受救伤所苦, 在未全聚状态下仍参加今年7月在荷兰举行的世锦赛,在女子42公里马拉松项目中击退世界强国好手,摘下个人在世锦赛中的第十面金牌,请继续往下阅读。 他接触继续参加八月份的雅加达亚运会摘下铜牌,又紧接触参加九月在韩国举棒的亚洲锦标赛,又摘下二金一银三桶的佳季, 递倒了连续八年国际重大锦标赛时夺拍率达百分百的记录, 尤其在荷兰世锦赛马拉松夺下这面亚洲唯一金牌,现场受到多国教练与职业队的高度肯定。 台南大学表示,杨和珍在去年波兰世界运动会及台北市大运比赛中受到严重的冲击伤害,一路与伤势搏斗, 强忍伤痛继续参加雅加达亚洲运动会及韩国亚洲锦标赛,奋战到最后一刻, 虽然成绩不如预期设定目标,但他咬牙硬称丽贫七场赛事,精神令人敬佩。 教练吴炯朱表示,国际华轮流冰选手皆渴望穿上世锦赛的冠军纪念衫, 今年的世锦赛女子马拉松项目,各国抢手全部出动,竞争激烈, 可以再度夺得金牌,对他跟杨和珍也是一种肯定。